富邦普源冠軍戰Game 5即將展開 1比3落後的富邦勇士背水一戰 上一場比賽肩膀受到撕裂傷的洋將Garrett Siler 傷勢並不樂觀 賽前經過對一和教練團的評估後 富邦確定大G第五戰將無法出賽 這個壞消息也讓Siler本人心情低落 低頭直說很令人沮喪 上一場高掛免戰牌的後衛林輸瑋 腳踝上市有稍微好轉 賽前熱身評估後 本場比賽將回歸到場上 但少了禁區主力 許總教練勢必要在人員調度 和戰術上做出調整 反正已經沒有顧慮了 就是放手一搏 全場壓迫跟全場包夾 尤其是分成兩組人去做輪替 基本上要搞亂對方的節奏 而蒲遠離冠軍金盃只剩一步的距離 面對許總的任何奇招 蒲遠這一邊表示 主打自己的球風還是首要目標 這場大家比較亢奮吧 因為聽牌了大家都很想拿Jason 那我覺得就要平常心去面對這場球 一波一波來就好 我們以往就是做我們自己吧 不管是純本土還是大基上 我覺得我們還是同一支球隊吧 我們不會因為對方是不同的陣容 就是改變我們自己 取得聽牌的蒲遠 擁有系列賽絕對的優勢 而富邦則是win or go home 兩支球隊想必會全力以赴 拼到最後一刻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